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人就回答说 愿耶和华祝福于你 这一句话好不好 你平常以什么话问候人呢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问话 就是平安 对不对 说很好 平安就说愿你平安 愿神祝福你平安 当时就业时到的人 他们很喜欢用神的祝福这一句话 所以婆娃叔来到田间 他就讲了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你们虽然在这里做工 但是神跟你们同在 然后这些田间的工人也同样祝福婆娃叔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我自己很喜欢用圣经的话祝福人 所以平常我会背一些圣经 然后特别我要用电话探访 我要去探访人的时候 我都会先祷告 上帝啊 你有什么话要祝福这个人吗 这样呢 带着神的话去祝福人的时候 结果不同耶 就是大家很喜欢得到上帝来的祝福 所以我就越来越有自信说 这不错 我一定要多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人 那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祝福 所以就我很喜欢用诗篇来祝福人 所以当我去探访的时候 特别是生日的时候 要给人家写这个生日卡的时候 我喜欢用神的话来祝福给人 这个新年非常有趣 我们都接到很多这个新年的祝福嘛 就是说 恭喜发财啦 对不对 宏运临到你啦 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祝福的话 但是呢 有的人他就不同 他写的祝福有一些 我是非常好的 我就把它写下来 这些祝福怎么说呢 耶和华所处的福 属人父子并不加上优历 就叫真言十章 我就想 这个人蛮聪明的 他说上帝要祝福 是给你没有忧虑的哦 所以你要大大的享受上帝的祝福哦 还有一个人是这么写 神的恩典丰满全备 从他丰满的恩典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这是我心灵所得到的祝福啦 那我就感觉 哦 非常好 以神的话来祝福人 所以我鼓励你 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因为你有上帝的恩典 要去祝福这些人 那在你的圣经里面呢 我很喜欢用的是诗篇三十六篇 特别是第十节 那我用这个呢 祝福深入 愿你常诗慈爱 给认识你的人 常以公义带心里正直的人 那我就会讲他的名字 我说 林姐妹啊 我今天为你祈求祝福 愿你常 愿神常诗慈爱给你 因为你是认识他的人 然后用公义带你 因为你是心里正直的人 哇 你说他高兴吗 高兴啊 因为他我提出来 他是认识神的人 他是心里正直的人 我就接着我就为他祷告 真的为他求祝福 所以我鼓励你 带上帝的祝福给别人的人 每到的地方 你一定要用很多上帝的祝福的话 去带给他 不要空谈 不要只有说平安平安 这样太少了 再多一句 多一句 记得上帝的话祝福他 那我也很喜欢用那个诗篇一百四十七篇 一百四十七篇很丰富 你回去慢慢的看正篇 那我就会用这一个 第十一节 那我就会讲他的名字 我说某某人啊 你是敬畏神和盼望神 此爱的人 我愿你今天就得到上帝的祝福 充满精力说上帝兼顾你的门山 祝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祂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这是第十三跟十四节 所以你用十一节 十三十四节去祝福他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 你叫收集这些祝福的话 那你就带着上帝的祝福去祝福人 你是一个带祝福给人的人 天父感谢你 你是祝福我们的神 我们也要带着祝福去祝福别人 我们感谢你 我们有了你以后 我们里面是丰富的 是圣灵充满的 我们到了地方 就要把这个圣灵的能力 也要把你的祝福留给别人 神啊感谢赞美你 今天要走的道路 你要兼顾我们 去给我们力量 所以我们真是不同了 因为我们领受你的祝福 也去祝福别人 所以我们对你的话语 更愿意深深的去体会 去背念起来 你的话语所应许我们的 以便我们能够广发的 去祝福别人 祷告奉旨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美你